宝贝 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先来读圣经 今天继续《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六节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武镇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脚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这段经文呈现了当时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 让我们看见使一切变成新的主耶稣 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出路 没有一件难事可大过主耶稣的能力 纵使人笃信不疑的错解 也会被耶稣扭转回到神的心意中 现在就让妈妈带宝贝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联络万事的圣灵 透过哥尼流与彼得奇妙的事件过程 让我和我的宝贝 学会要常常保持清白的心 清净主 无论世界变得多疯狂 主上帝仍旧是掌权者 亲爱的主 我们深深爱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